我们要看到今天是初六开工日 是廉价结束 第一个上班日 但是就碰上了强烈大陆冷气团逐渐难下 而且是越晚会越冷 那北台湾一早其实就有明显的感受到降温 我们赶快听气象局的最新预报 在北部东北部地区的温度将是一路下滑的情形 在白天的气温可能中午前后 北部东北部只有15 16度左右 而到了下午晚间气温还会持续的下降 这波强烈大陆冷气团预计在明天一整天到周五清晨 是影响最明显的时候 所以明天一整天来讲 虽然说水汽上面比今天减少了 在整个西半部地区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 只有东半部有局部的降雨 不过受冷空气的影响之下 其实白天的气温回升不明显 北部东北部白天的高温还是只有17 18度左右 而到了深夜则是这一波冷气团影响 所带来的最明显的低温的时期 中南部地区明天白天的高温 比今天略微的下降一两度 那到了晚间也会明显的降温 预计这波冷气团在周五的清晨 将会带来各地的最低温 预计在中部以北以及东北部 低温将普遍下探到9到11度 其他地区也只有12 13度左右 而沿海空旷以及近山区的平地 这些低温耗发的区域 低温还会有可能比这些地方还要再低个一两度左右 今天上午8点在菲律宾东南方海面的低压漏洞 已经发展为热爱性低气压 那这个热爱性低气压呢 它其实所处的环境上面由于纬度偏低 所以海温是比较偏高的 这是一个支持它发展或是维持强度的一个条件 那未来它主要是会朝西北西的方向接近到菲律宾的南部群岛 那在这样子环境的有力支持它发展的情况之下 在未来24小时是有机会发展成轻度台风 那如果它发展成轻度台风的话 它就是今年第一号台风杜鹃 这个系统它在周日以前会逐渐的接近菲律宾 在周日会通过菲律宾群岛往西北的方向开始移动 所以大致上在周一周二的期间会进入到南海 不过它对我们的影响呢 看起来是不会有直接的影响 好这个林玉杰说小必报财经越来越赞 好所以如果大家也很喜欢的话 记得要支持我们的财经频道哦 然后呢要来感谢这个Darren887 他说呢小汤人美味又可口一包一百元 你要买两包是不是 好非常感谢 然后你一传马上呢 这个仓叔叔跟着斗内说他也要买一包 所以现在大家是要来吃汤人了吗 好刚好天气很冷是不是 那再来我们要看到 其实今天呢不少民众都开工啦 但是呢一早出门上班 是不是发现外面的空气好像看起来脏脏的 那高雄的空气品质状况如何 我们赶快连线记者黄世云 好了主播今天大年初六 不少民众呢今天都开工上班了 但是在今天高雄的空气品质状况 似乎不是那么理想 那我们透过画面可以看到在高雄的前镇区 可以看到呢这望过去是一片灰蒙蒙 这个大楼呢看起来就是这样雾雾的 整个高雄的PM2.5指数呢 目前是只有美农区是普通的等级 另外呢岡山桥头人武前津和小港 这五个地方呢是呈现红色是中度污染的等级 PM2.5的指数是相当的高 那提醒民众呢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戴好口罩 避免这个呼吸道过敏 那另外呢也尽量要避免这个外出做这个剧烈运动的情形 那环保局是表示说是因为受到这个大陆冷气团南下的影响 中南部呢是属于这个下风处 所以容易累积污染物让空气看起来脏脏的 要持续观察下午呢不能有扩散的情形 让空气品质稍微好转 以上目前最新鲜把镜头夹破内 好那大年初六开工 其实不少民众呢也要准备出国读书啊或是工作 所以呢他们都要提供三天内的新冠肺炎核酸检验的报告 那像是呢在台中的中国副衣急诊门外 一大早就排了长长的人龙要来做自费裁检 好现场的最新情况 我们交给记者王百英 好了主播大年初六开工 来到台中的中国副衣一大早就有大批的民众在排队 目测大约是有五十人左右 不过他们呢并不是来看病的 而是要来做核酸检测 因为过完春节假期呢 他们就准备要回到原先的工作岗位了 现场观察呢有许多人都是要前往大陆工作的 那由于隔离的均数呢 有的是还长达二十八天 因此民众都想赶紧做好检测 领导报告呢就返回工作岗位 像是在台中的第一 如果是快速检测呢 下午八点半前报到 下午六点过后就能够领取到报告了 大约是九点五个小时 另外呢也有常规的一般件 要等到隔天才能够领取 价格是相对比较便宜的 不过呢大多数的民众都是选取快件 要赶紧的出国工作 另外呢不只是中国服务医 台中有多家医院 也都一样有排队的情况 以上是记者在现场的最新情况 主播 好那下礼拜一呢就要开学了 所以为了要让师生安心的返回校园 台中市长卢秀燕一早呢 是到了学校视察清洁消毒的状况 检查是否备妥了防疫物资 那同时也给予辛苦执行 校园消毒还有防疫工作的清洁 对同仁 还有呢学校的同仁勉励 那现场情况我们交给记者魏宇文 好的主播可以看到呢 清洁人员是拿着消毒装备 在室内以及室外呢是不断的来回 进行喷洒的消毒 就是因为呢开学在即 希望呢师生能够安心的返回校园 来上课 而台中市长卢秀燕呢更是一大早 就到校园进行视察 但来听稍早的访问 因为这个中央的CDC 就是中央防疫中心有特别提到 现在国际的疫情相当的严峻 那也因此呢台中市政府在议员 还有在学校教育局家长会的关心之下 那我们要利用这段时间 把所辖管的386所学校 全面的要进行消毒跟清洁工作 这个月22号呢就是开学日 卢秀燕是强调呢 要在这几天将全台中386间校园 全部呢是消毒完毕 而除此之外呢 台中市也会持续以校园零个案 零传染为目标 同时呢也要求各校呢 是加强开学前后的防疫工作 并且呢是盘点各项所需的防疫物资 就是希望呢在疫情当前提供给师生 最安全的环境 以上是因为你掌握的最新状况 这样是在镜头的交易朋友主播喔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